HELLO,我是阿怪 又到了這個月的月底啦 五月份雖然有很多的遊戲上市 但是還是有一些比較小品的遊戲 我就沒有把它列入在排行榜當中啦 導致於九名十名都是充缺的 那在看排行榜之前記得先訂閱我啊 那我們看一下五月份手機遊戲 Top10遊戲排行榜吧 國戰的手機遊戲 根據遊戲說明 是首創跨服國家聯盟等眾多國戰玩法 能夠同服實施對抗萬人同瓶共戰 之後還會出台、港、澳、星馬等版本 更有台灣知名搖滾樂手為遊戲代言 而遊戲共有四大職業 遠程輸出的淋雨 近戰爆發的暗影 遠程法術的懸雙 近戰輸出的破軍 而有些職業是可以選擇男、女的角色 戰鬥採用是3D動作類型 玩法的部分與一般遊戲沒有太大差別 透過升級就可以解鎖更多的技能 來幫助自己戰鬥 官方表示 遊戲還升級了全景畫面 配合全新的PR選籃技術 而個人是認為雖然比一般的遊戲好上許多 但是在畫面的部分是還可以再更好的 當然還會有做其系統囉 不過就蠻普通的玩法 就是透過升級就可以增加屬性技能 而遊戲主打的特色就是國戰玩法 在後期玩家可以選擇 雲或是優兩個國家之一 之後也可以與同一個國家的好朋友們 一起進行戰鬥 抵抗敵國的入侵 悠遊百書極限戰魂 悠遊百書極限戰魂 是由Markus推出一款人氣作品 悠遊百書為題材的動作RPG手遊 遊戲真實還原動畫原作劇情 讓玩家可以原汁原味感受到 當時動畫的點點滴滴 玩家將扮演死亡的普攀幽主 為了重回人間成為了靈界偵探 而戰鬥的玩法非常特別 有點像是格鬥捷機的玩法 玩家可以控制角色移動 像是往後散脫或是往前衝刺 除了攻擊或是防禦劍之外 另外還有一個技能攻擊 以及怒氣之攻擊 在使用怒氣功能之後 在怒氣時間內所有的傷害都會大幅提升 在使用技能的時候也會有不一樣的效果 而後期更可以安排五位角色上場 炎耀了原作的世界觀 收入了許多角色以及必殺技能 同時還搭載了與其他玩家共購系統 玩家可以選擇喜歡的角色 比朋友們一起踏上戰鬥冒險之旅 貝斯特里亞戰技 貝斯特里亞戰技是由韓國公司 演發紫營的日式風格而起源RPG手機遊戲 主打獨特的美術風格 是前天堂2美術團隊所製作參與的 正統幻想童話風格遊戲 故事起源於貝斯特里亞大陸的傳說 玩家將扮演從天而降的流浪少年吉恩 與帝國公主瑞亞並肩踏上冒險之旅 戰鬥採用是即時戰鬥方式 每個角色可以使用一個主要攻擊技能 與一個怒氣值攻擊 玩家需要透過點擊就可以發動技能了 在戰場上每個人物都有自己的定位 肉盾、法師或是輸出角色 玩家需要合理的安排陣容才可以克敵自勝 另外透過累積怒氣值之後 就可以使用專屬的必殺技來攻擊敵人了 在劇情上面角色的人物特色也都做得很好 讓玩家非常有帶入感 在遊戲中共多達150位以上的英雄 可供玩家樂意搭配隊伍 所有的英雄皆具有獨特的技能與特性 培養擁有不同強大技能的英雄們 組成專屬營的冒險隊伍 與他們踏上共同的冒險之旅 新夢境連結R 新夢境連結R 是由日本原廠之音的二次元策略手機遊戲 而故事發生於夢境與現實世界交錯的異世界當中 夢魘就此誕生 而破壞了現實世界與和平之序 玩家將化成為連接者與夢魘進行征戰 而遊戲採用的是即時回合制方式 而最終的目的就是擊敗九宮格後面的敵人 而戰鬥可以在自己的九宮格內召喚隊友 而每個隊友攻擊的方向或使用的技能都不一樣 戰鬥起來還蠻需要持幾速的 而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屬性與定位 玩家需要在有限的回合內針對敵人的狀況 排兵復陣才能取得勝利 而遊戲內共擁有了50米以上的連接者夥伴 而他們來自世界各地有著不一樣的外貌、個性 大致會分成坦克、輸出、輔助等七種類型 就看玩家要怎麼搭配囉 而遊戲後期也會開放家園系統 可以依照自己喜歡的方式來佈置自己的房間 在放置一段時間也能夠獲取其他資源呢 卡巴拉島M 卡巴拉島M是由NCSUB以人氣PC線上遊戲 卡巴拉島為主題改編的一款冒險UPG手機遊戲 遊戲是一款2006年台灣經典的電腦線上遊戲 以可愛動脈風格為特色 繼承了原作的轉滴動作 以及2D點正化風的遊戲經典要素 玩家將進入卡巴拉島 為了得到隱藏在卡巴拉島上所有的寶物 感覺有點像是海賊王的背景啊 而遊戲中共有八大職業 可愛兔 火力牛 甜美羊 冷酷龍 博學狐 指揮師 喬禮貓 甩氣熊 而每個職業都有自己的特色 在戰鬥的部分採用式2D畫面的RPG玩法 與之前的電腦版本相比 玩法應該都差不多 而在遊戲上面的表現 是有比以往的版本來的好一些 玩家可以透過特定的任務來取得魔法書 進而學習到更多的魔法技能 而隨著劇情的發展 也可以學會到專地功能 而這次的專地功能 不僅要控制在中線的位置 另外也有自動模式 可以讓玩家輕輕鬆鬆就解放雙手 而後期還有更強大規模的戰鬥 PVE玩法以及社群機制 致力為玩家帶來更好的遊戲體驗 彈射世界 彈射世界是由遊戲開發商 SYKEN推出的手機遊戲新作 遊戲是一款以像素風結合彈珠台玩法新作 除了可以利用畫面下方的裝置 將角色彈出之外 各個角色之間也有不同的能力 也融合了RPG般的戰略要素 讓玩家可以透過操作 以及對合組合體驗全新的彈珠台風帽 玩家將扮演被魔王擊敗的勇士 被傳送到異世界當中 為了找尋回去的道路展開了全新的冒險旅程 遊戲的玩法就是彈珠台為基礎 玩家可以控制下方的按鍵 來控制要攻擊的方向 並且加入了冒險劇情、角色培養、戰鬥系統等RPG元素 讓玩家可以進行享受快節奏打擊感的全新動作RPG 在往上彈的路線當中 還可以隨時切換方向 朝著敵人的弱點進攻 在攻擊的時候還可以吸收怒氣值 也可以使用個人的專屬怒氣招式 遊戲中的角色更分為 水、火、雷、風、光、暗6種屬性 除了可以多樣搭配技能之外 也可以透過學習 來開啟每位角色的專屬劇情 讓玩家更能融入在遊戲當中 詩魂夢月傳說 詩魂夢月傳說 是由SNK授權魔方數位代理的 和風動作手機遊戲 遊戲是SNK1993年推出的一款 武器對戰格鬥遊戲 也是SNK公司招牌遊戲之一 以江湖時代作為背景 融入了傳統日本妖怪元素 玩家將扮演江湖時代的武士豪傑 與詩魂的原作經典人物 一起踏上尋找魂珠斬妖除謀的冒險故事 在遊戲中共有四大經典之夜 包含了忍者、檢視、遊俠、巫女 角色成長到一定的階段 就可以進行九大職業轉職 戰鬥強行是3D動作類型 擁有更為豐富的技能組合 同時遊戲內還首創13件的雙層技能盤 讓玩家可以組合自己的獨門必殺技 挑戰連招的極限 在遊戲中也支援擊飛、連斷等技能招式 可以透過連斷的方式一口氣將敵人打敗 另外在怒棲子滿了之後 也可以直接爆氣 爆氣之後傷害值都會大幅提升 在學到必殺技之後 也可以使用個人的專屬必殺技 來給敵人一個迎頭痛擊 也會有原作的動畫去展現 遊戲有著貼近原作劇情之外 也會有日文語音配音 更能融入四魂的故事當中 還有著主隊副本、野外團戰、PVP等多量玩法 帶給玩家沉浸式的遊戲體驗 昌之騎士團2 昌之騎士團2是由龍圖遊戲發行的角色扮演遊戲 而遊戲劇情與一代一樣 奧爾坦西亞王國發生一場詭異的動亂 大公武吉斯叛變開始 而玩家將扮演保護王國 而犧牲的費兒南多的兒子 開始了他的復仇之旅 而遊戲戰鬥的方式與一代完全不同 採用的是回合制加戰騎士玩法 而每位角色的攻擊範圍也不一樣 玩家需要控制角色 在有心的空間裡運籌帷幄來打倒敵人 而每個人共有三種攻擊方式可以使用 除了普通的兩種攻擊方式 還有怒氣質攻擊 也會有3D華麗的技能動畫去展現 而昌之騎士團最主要的賣點還是劇情方面 除了一代的劇情之外 也改用了3D的方式去演繹劇情 更有著以前的語音配置 讓不少的老玩家都感動起來 而以往遊戲中的人物也都會一一登場 就看玩家要怎麼挑選 以上就是5月份的手機遊戲Top10排行榜啦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在下方留言給我 喜歡的觀眾快點個讚、訂閱一下 也麻煩開啟小鈴鐺啦 我是來玩搞怪遊戲大怪 我們下一集再見啦 掰掰 掰掰